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不错一点的选择 至少在力回上面 不会很吃亏 我卡琳有很强大的普通技 这边来了 下中了一个确认 过去 风铲这边直接前走给头 一波到板边 现在邦师傅这边需要一个机会把对手只要卡到墙角的位置 趁他没有能量的时候要他命 但应该很难 中拳给他一个C康 这样卡师傅这边出来了 而且很有可能要把他一波送到板边 中拳开出ZVT 风铲那边要来 先用一个下段骗一下 蹲一下让你觉得我要出下中角 实际上没有 我前走就是一个头 他们现在很喜欢用这种视觉的欺骗 骗你赶紧蹲下防守 中拳摸中 然后EX给一波伤害 EX再打完追过去直接凹了 这时候凹非常的关键 一下子右手转弓 再一个旋风过来 轻攻击往后拉一下 打拆 游戏结束 往前最后守不住了 这个时候他没东西可以守 仔细想一下他能出什么 什么都出不了 一个VR 一个升龙 好像在这个点上都没什么用 那接下来就到了第二灯 这个时候卡师傅手上有两个资源 拿到一个机会后续有无穷可能 那就看他两个人谁先打到 完了 这边 前压 没有 诶 这边选择的是前走过去轻攻击点 然后被对手中拳抓了 冯彩这边很不爽 直接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游戏有可能是给了自己一巴掌 哎呀我这个 完了 这一巴掌打得好 冯彩现在已经有点绝望了 这一下伤害是直接拉到满 冯彩起身怎么做 防守 好的 这一轻攻击抢中换边 过来往后退一步 这个退了一步以后对手一个后起身 距离直接拉开了 什么都没有了 接下来就没有故事可以讲了 那这样冯彩这边丢了自己的第一分 师傅还是打得很不错 在一些关键点上面抢出来 直接是把卡琳给抢碎了 哎 你说被卡琳点青角 然后你在原地出一个重拳 反手给卡琳一个碎坑 这个平时我想都不敢想 对吧 因为平时像我们碰到的那种角色 什么青角点完以后后门肯定是连续的压你啊 就像崩燦这种 什么点完了以后往后又晃一晃再 玩了 现在崩燦那边开场有点小优势 但是两边没有打开局面之前 这点血量其实都是虚假的玩了 你崩燦要出大事了 又被吓盾了 点撞一波直接送过去 连续两次防守 没有防上第三次过来 一个中段直接敲死了 脑壳都给你敲碎了 崩燦又开始摸自己的脑门了 这种打比赛的时候好像自己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这些选手都会出现这些小动作就开始摸自己头 摸一摸脸摸一摸头 扣一扣屁股 这种动作应该不太会做了 好 那这样比赛已经到了嘎师傅的一个赛点 真就一次机会 只要一个机会就够了 嘎师傅其实打的非常的耐心 对他来说 只要摸中一下 接下来就是可以直接送军入板 对不对 请军入梦 一个旋风 中拳摸中 点两下 没有办法打连段 距离太远 军产第一时间看了一下自己的距离 旋风倒地直掉 哦 不能再给对手这样连续压过来的机会了 很危险 中角摸中 然后这一波比赛要做大事了 一个旋风挂完以后又到了该死的位置 轻过去点头 啊 考试 先是一个头没中 旋风再过来交VR 军产这边被逼得很惨 再一个头 要没有了 挑一吓死啦 还有一口气 这首VR 最后的挣扎 没有VT的情况下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个挣扎 他最后一个下中角过去想要去赌一把 赌中这个下中角就还有故事讲 赌不中这个下中角那就直接死 最后嘎师傅非常顺的就拿下了这场比赛 把这个工产打的一灯不亮 说白了 你工产纯度下降的厉害 知道吧 你赌师傅可能结婚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 渐渐的 纯度一点点回来了 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逐步上升 对吧 就时间久了嘛 多多少少就没有一开始那么积极了 你哎 你个崩产就显然不行啊 就一半年都没见到他人知道吧 就不知道忙什么去了 可能特别的忙 导致自己的纯度不太够了 好了 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いる人呢 był好到了